头发比较柔顺跟顺滑 里面有玄机 我学到一个新的技术 你的家里是不是还用着这种传统式的吹风筒 不是说它不好 只不过它是用铁圈来发热的 所以有些时候太热会伤害到我们的法治 法治看起来很粗糙 甚至有些时候很毛躁 但是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技术 Ionize Technology 吹了之后头发更加顺滑 更加的柔顺 感觉自己用这个Ionic的Hair Dryer吹了过后 那些baby hair 不会像以前用那种传统式的吹风筒 会一直一直站起来 这样好看吗 来我给你看一些特别的 像这个的话打开了之后 你看中间这边有一个叶子形状的 意味着你可以选择让它的Ionizer是打开 或者是关闭的 温度的话也一样 但是特别的是它是用LED板来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温度 还有几个不一样的风的大小 所以整个的科技感是更加的高的 像这一款的话 粉红色的哈 你要按了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从热风去冷风 冷风去热风了 像前面的这个头呢 它有一个玄机 它是magnetic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放又或者是不放 这两个你可以add on带回去 特别是长头发的 卷发的 你还可以换成这个 再不然呢 你说要吹头皮吹近一点点的 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 你没有玄机 你可以呢 在这里滴上你的head serum 之后呢 就直接附上在这里 吹的时候 它就可以边吹 边把 serum呢 塗在你的头发上啦 虽然你看我这样子摆设很好看 可是呢 这个架子哦 它是非卖品 除了粉红色之外呢 它这个呢 不是有LED板的 它只是用呢 LED灯来展示温度 还有风的大小而已 来 又没有喜欢白色的吹风筒的朋友 它有五个不同的accessory 可以给你选择 你需要呢 add on就可以享有 扁的 宽头的 这个是贴近头皮的 甚至呢 这个呢 吹得好像会碎起来的 还有适合给长发卷发的朋友 所以呢 你就可以自由的切换啦 但是和粉红色和灰色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后面它没有LED的版本 但是有LED的indicator 那我们的这个灰色呢 和白色有一个地方 我要特别的说明 刚才我们展示粉红色的时候 我们按一个按钮 它的风会自动的从热去冷 冷去热对不对 但是灰色和白色的 它并没有这样的功能 它只能说你开热的风 你假如要转凉的话 你就长按它的按钮 它会就变冷 但是你要让它变热的话呢 你需要把这个按钮release 哦像我平时头发这样厚哦 我都不敢把吹风机放得很靠近 但是像这个开口的设计 我在吹的时候感觉自己 好像在按摩自己的头皮耶 感觉还挺舒服的 还要做一点curlycurly 哎 curlycurly出来了哈 哇 真的耶 花一点心思呢 用吹风筒也可以制造不一样的这个发型 但是 我最近学到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用这种IONIC的吹风筒的话 结束的时候 你把它调制冷风 让它吹一吹 定型的时间就会更持久啦 可是 我还没有试过这个耶 因为我头发太短了 我们的Crew哦 有一个是长头发的 让他颁奖 干 哈哈哈 买买买 买哈贝斯 哈哈哈 你看他头发 几长 而且呢 还是curlycurly的 所以如果你是长发 然后是卷发的话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像上面的部分 你可以这样子 转转转转转转 让它有蓬松 然后呢 有那种卷曲的感觉 那如果说是下方的话呢 你就姐姐这样子推上来 大吹 就可以了 啊 OK 如果说脸是我们的第一张名片 那头发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 有照顾和没有照顾 确实是会有区别的 那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今天我们来试试的就是 IONIC的吹风筒 我的首选是这个粉红色的 你呢 赶快去到Shopee MMX Militia 选择你要的 赶紧下单吧